至于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这两天他的行程都来到了南部拜票 周六的时候呢 有100多位的韩粉 甚至呢在台南到场支持 包含是这个台南市韩友会理事长 人也来到了现场 那么他今天的行程呢 更是来到了高雄 这个活动呢 一连六场 可说是跑好跑满 不过就在他台南开奖的时候呢 他就提到了当年抓捕这个沉浸心的过程 甚至形容所谓的枪声 他还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这个做人要有守信用 好这句话跟这个枪声连在一起 一起说的时候是遭到绿营质疑 难道你是在恐吓郭台铭吗 那么就在这个侯友宜 南下整合这个地方势力的时候呢 郭台铭这回则是来到了球场 要慰绕选手 同时他也发了这个加菜金 不过您可以看到这个球员竟然是向他鞠躬 而这个画面也引起了热议 真转球衣到场加油 鸿海集团冲办人郭台铭在琼斯杯赛后 特地来到休息室 慰绕中华队选手 一听到有加菜金 球员乐的环虎拍手 随后还向郭董鞠躬 引发热议 另一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胡友宜 中午两天都在南部跑行程 不止深入基层参拜多处公庙 也和党主席朱立伦 前立法院长王津平 以及在地小集合体 另外在台南新技工行程 天涵大将挑大师也率领 一百多位韩粉到场支持 挑大师更指出 现在有八成韩粉都已对对 会一起用情统支持侯友宜 不过侯友宜冲替当年 围捕沉浸兴时的这段话 引发政治攻防 由于当时侯友宜正强调 做人手心的重教 被外界解读是在暗算郭董 说话不算话吗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 法文批评 出现棒棒的字眼 是公然恐吓 犹如黑道 你在选总统过程中 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讲一个枪战 去引述说所谓的 没有信用 就可能被枪打 这个话是合理的吗 民进党 真的都选去澳洲 没有黑造谣不断 大家印象最深的 就是在讲光电弊案 到现在 也没有水漏出出 我的过去证明我可以用 赦免所有台湾未来永远可以